蕭寶官元景多麼大陣仗 輪番到市場查菜站 沒想到居然有年輕元景 誤把小白菜當成高麗菜 鬧出了不少笑話 說是要來抓菜蟲 看來作秀成分更多一點 政府不是說一直要抓菜蟲 抓了好幾年 有真正抓到菜蟲嗎 從種來到了運輸 運輸之後來到拍賣也好 來到航口也好 這一段的流程 是不是你要先去完整的了解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點出中間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 身為台北農產董事 楊如門直接點名 這菜蟲恐怕不在菜市場 烘台菜價的恐怕是共犯結構 他賣的時候是40塊 消費者買到的時候是80塊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不是要討論到 盤商跟中間商 是不是要有一個合理的利潤 跟一個管校的費用的一個存在 這個價格給你吃 要用菜啊 要用菜啊 工菜價背後甚至被點名 是一場人事鬥爭的結果 翻開股東結構 以張榮蔚家族的六席佔最多數 現任總經理韓國瑜就投書指控 民進黨要推派黨中央秘書處主任 蔣玉琳 根本絲毫不了解菜價運作 卻用來當總經理用意為何 我們啊各個部會啊是各做各的 各唱各的調 可能中間有些人為的一個操作 這個時候呢你來怪台北農產公司 我覺得這是有點在轉移焦點的 不想被中盤菜蟲剝削的這一群人 就得要看天吃飯 他根部受損 然後被風這樣搂鈴過幾次之後 他其實都已經受傷了 台風他也很無奈 他也得不到好處 他其實傷得更重 政府津貼幫不了忙 農損只能自己吸收 有農民就表示菜蟲根本不在市場中 檢景大陣仗出現 比較像政治作秀 遇上問題各方互推皮球 苦的是你我得要繼續花大錢買菜 這口氣恐怕你我都難咽下去 東森財經新聞陳和平林燕任 綜合報導